作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独发马特爱的生 他们都是谁 可是才能无尽将 一切都知道 空气永远抓不到 鸡蛋涌涌水着腰 这个世界乱走走 我就在看人了 让我自己去寻找 不知好不好 时间空间来回跑 我要找找找 科学官员着迷藏 偷偷把我笑 奇怪的公式 摔都摔不掉 科学是个大问题 马虎不能要 问题永远那么多 大案却太少 细胞元素和定律 实在太深奥 只五条五上了呀 可学不会睡懒觉 组冲之的数学情缘 3.14159 3.1415926 3.1415926 533.1415926 3.1415926 3.1415926 那你告诉老爸 你挑战什么呢 爸爸 我们班上有一位同学 平时不爱说话 今天上课的时候 他突然就发言了 背出了一串的阿拉伯数字 老师夸他是小神童呢 你看 这就叫不明则已 一明惊人 是啊 他背的是圆周绿 圆周绿 对 圆周绿 爸爸 这个圆周绿怎么会有这么多数字啊 宝贝啊 这个圆周绿可是非常的有名的 它的希腊名字叫派 对 圆周绿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不断的生产实践中得出来的 爸爸 你没回答我的问题呢 我问的是 它怎么会有这么多数字啊 你别着急啊 宝贝 这我不还没说完呢嘛 我慢慢跟你说啊 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生产实践中求得的最早的圆周绿值是3 这当然很不精密了啊 但一直被沿用到稀罕 后来啊 随着天文 数学等科学的发展 研究圆周率的人越来越多了 至今啊 利用电脑算出的圆周率 已经可以精确到小数点之后的2万多亿位了 不知道你的同学可以背到第几位啊 看来连30位都不到 宝贝 其实啊 早在我国南北朝的时候 有一个人已经把圆周率精确到了3.1415926和3.1415927之间了 那个时候可是没有电脑或者计算器的呀 他的辉煌成就比欧洲至少早了1000年 哇 这个人好厉害呀 他是谁呀 爸爸 居然不用计算器就能算出那么多的数 他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数学家 科学家 祖冲之老先生 他呀 从小就接受家传的科学知识 不但精通数学 天文 历法 还对音乐比较在行呢 宝贝 宝贝 这 这 人呐 我还没讲完呢 哎呀 这孩子总是这么急 小乖 祖冲之还有什么故事啊 看看我和他之间有没有共同语言 他曾经还写过一本叫《赘述的数学著作》 被收入著名的算经实书中作为唐代国子鉴算学课本 可惜后来失传了 现在只留下一小段关于圆周率的记载 就是把圆周率精确到小数点之后的第七位 成为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成就 这是哪里啊 理论上应该是祖冲之的家附近 可是 原来也有小乖不知道的事情 从哪里传来的琴声 走 小乖 我们去看看 经过我资料库的分析 他就是祖冲之 哇 爸爸说的没错 他真的对音乐也很在好 祖冲之对于自然科学和文学哲学 都有广泛的兴趣 特别是对天文 数学和机械制造 更有强烈的爱好和深入的钻研 早在青年时期 他就有了国学多才的名声 并且被政府派到当时的一个学术研究机关 华林学省去做研究工作 真的不知道他小时候是怎么学习的 这么厉害 是谁在躲着说话呀 这样背后评论别人 可是很不文明的呀 哦 原来是邻村的小草啊 你不在家好好学习 跑出来干嘛呀 啊 哦 嘿 我爸爸说也要适度的放松一下 嘿嘿嘿 嗯 没错 其实我也是在放松呢 祖冲之一生先后认过南徐州从事史 公府参军 楼县宪令 阁者菩舍 长水校尉等官职 虽然生活很不安定 但是仍然必须坚持学术研究 并且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哦 佩服佩服 你在佩服谁呀 佩服您呢 您那么厉害 那么有成就 我的算术一直都不好 呦 你还知道算术啊 千万不要盲目崇拜哦 成就不代表什么 一切都是浮云 你还小 其实啊 看到你 就想起我的童年呐 我小的时候也是很贪玩的 好啦 又要开始做功课啦 哎 又开始换换啦 啊 他在计算圆周率 圆周率是圆的周长和直径的比例 看起来他正在为了精确到小数点后的第六位 您思苦想呢 宝贝 宝贝 找到祖虫枝了吗 找到了 爸爸 我看出来了 祖虫枝真的很厉害呢 看他身边的表情 跟你做实验的时候一模一样 那是啊 你爸爸好歹也是个发明家 宝贝啊 别看祖虫枝这么厉害 他小时候跟你一样贪玩 啊 祖虫枝小时候也贪玩 是啊 你自己去看看吧 注意安全 我话还没说完呢 这孩子 真是的 我去看看吧 你自己去看看吧 这孩子呢 你自己去看看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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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八月半边 直到十五月团圆 那为啥十五 偏偏月亮就是圆的呀 我不知道 我回去问问爷爷去 下次再跟你一起玩 爸爸 祖虫之小时候真不专心 玩的时候还总想莫名其妙的问题 宝贝啊 在玩的过程中学习到知识 或者给自己带来帮助 才是玩的最高境界呢 爸爸 我想知道后来怎么样了 我去看看去 爸爸再见 出来玩吧 是你啊 我先不去玩了 我在看书呢 我得把一些问题弄明白 你爸爸又让你背经书了 真可怜 不是的 我已经不用再读经书了 我可以看我自己喜欢看的书 爷爷的书房拿的 嘿嘿 小怪 他怎么变得这么爱学习了 你记得上次他去问他爷爷 为什么偏偏只有十五月儿圆 他爷爷告诉他 不是因为十五月儿就圆 而是月儿圆的那天 人们把他定为十五 他第一次尝到了想问题 问问题 可以得到知识的甜头 从此以后 祖虫之就变得对什么都好奇和好学了 之后他常常到他祖父和父亲的书房找书看 渐渐的对有关天文数学机械的书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小怪 看来祖虫之成为一个科学家 家庭对他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没错 祖虫之受到家庭环境的影响 从小就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 对天文学与数学长期的钻研 让他了解到了天体运动对立法产生的影响 从而对立法进行了研究和改革 之后又对机械制造 哲学 音乐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并且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祖虫之毕生钻研的科学知识 都是相辅相成的 他们之间互有联系 互有影响 那后来呢 后来你知道了 他成为了一个伟大的科学家 这些都是和他祖父 对他正确的兴趣引导 和他自身的认真刻苦 分不开的 小乖 你看他看书看得多认真啊 别打扰他了 走吧 我们回家吧 回来了宝贝 怎么样 有什么收获啊 爸爸 祖虫之小时候 看的课外书可多了 以后您也别拦着我看课外书 可能我也会成为一个科学家呢 哎 宝贝啊 他看的那哪叫课外书啊 那都是有学问的书 他当时看的许多书 都成了你们的课本了 你看看 这里也有很多关于他的记载呢 啊 我还以为看的是课外书呢 看的还是课本 对了 宝贝 圆周绿 你了解的怎么样了 呀 爸爸 我把这个诗给忘记了 我就记得 祖虫之在他家的墙上 涂得满墙都是圆周绿 跟涂鸦似的 哎 对了 是不是因为他小时候 不喜欢背诵经书 才搞什么圆周绿的呀 嗯 他倒好 弄得那么复杂 让我们来背 当然不是啦 宝贝 圆周绿呀 应用的地方非常广泛 只要是跟圆有关系的 都必须用精确的圆周率计算 举个例子说啊 航天飞机飞到外太空 宇宙的空间轨道 就必须非常精确的计算 如果用精确值比较低的圆周率计算数据 那么得到的结果就会有较大的误差 这样宇航员叔叔们的生命安危 可就得不到保证咯 看来呀 我们伟大的祖初之老先生 真的很厉害 对吧 宝贝 我觉得自己知道的真少 宝贝 你还小 现在知道的少不要紧 但重要的是啊 你要从现在开始努力 遇到问题 开动脑筋 多学多问 慢慢的呀 你就会发现自己知道的越来越多了 哎呀 好了 爸爸 我知道了 我会努力的 宝贝啊 宝贝啊 你这态度 哎 算了 不知不觉啊 这晚饭的时间又到了 来 咱们把书放回去 然后咱们去看看老妈都做了什么好吃的 啊 好啊 吃饭去喽 爸爸 祖虫鸡的故事 你再多告诉我一点吧 我还想知道一些他小时候的事 呵呵 已经特好玩 好好好 宝贝别着急啊 待会儿吃饭的时候 老妈慢慢告诉你 哎呀 不就是放一本书吗 放完了就走吗 说什么话呢 哎 好 我呢 好好地说一说 祖虫之老先生 如此博学多彩的我 都十分敬重他 哎呀 小树圈啊 我说过不要盲目崇拜嘛 你这样是不对的 哎呀 老先生啊 我可真不是盲目 你也别谦虚了 不崇拜您 崇拜谁呀 我说小树圈 言过其实了 我也有很多不懂的地方 还需要你来告诉我呢 哪一天你有时间 我向你讨教讨教 啊 你慢慢说吧 我走了 嘿嘿 好好 您客气了 您慢走 真是个谦谦君子啊 好了 我继续说说 这个谦虚的老先生 和他的圆周率 他小时候 从父亲的书架上 找到了一本 叫周碧算经的书 从书中呢 祖虫之得知 圆的周长 是直径的三倍 于是 他就用绳子 量车轮来进行验证 结果 祖虫之发现 车轮的周长 比车轮直径的三倍 还多一点 哎 他呢 又产生怀疑了 就又量了 很多圆形的东西 结果呢 都是一样的 祖虫之 就把这个怀疑 深深的埋在了心底 我们都知道 祖虫之老先生 在一千五百多年前 就将圆周率 精确到小数点后 七位了 也就是 3.1415926 和3.1415927之间 但是 在当时还没有 现代化的计算工具 祖虫之 是如何精确计算到 这个结果的呢 这可难不倒我 小树签 祖虫之老先生呢 都是用小木棍 进行计算的 在计算之初 他常常天不亮就起床 一遍一遍地 挪动小木棍 直到深夜呀 他在地上 画了一个直径为 一丈的大圆 从圆内阶正六边形开始 一直算到圆内阶正12288边的多边形 如果要使那阶正多边形的数目 连翻十一翻 每翻一翻 至少要运算七次加减 还要进行十二位小树的两次城方 两次开方 哇 这么大的工程 真的不是一般人能够完成的呀 哇 我一口气说了这么多 一口气呀 这也不是一般人能够完成的呀 哈哈 我还真是挺佩服我自己的 嘿嘿 哎 怪了 怎么祖冲之老先生没有回来呢 往常那些科学家 这个时候都要回来说两句的 这次是怎么了 而且也没有人突然闯进来 哎 真是有点失落呀 爸爸 我越来越晕了 您看看 这个阿波罗妞是 爸爸 我越来越晕了 您看看 这个阿波罗妞 哈哈 阿波罗妞 干什么你 爸爸 我越来越晕了 您看看 这个阿波罗妞 爸爸 我越来越晕了 您看看 这个阿波罗妞 嘿 怎么回事啊 别急 别急啊 歇会儿再来 歇会儿再来 爸爸 我越来越晕了 这个阿波罗妞死 不会是个木匠吧 这不挺好吗 那似乎没有关系 我 planeta 我欣赏了 你又来越晕了 沙坤了 你又来越高峰 你又来越来越来 没有 不太好 我常见你了 你又来越来越中的 你又来越来越来越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